大陆重庆一位少女有感于历史课本对文革记载不详 亲自去寻访文革真相 并且将经过在网络上发布 深受文革之害的人士指出 对于文革 中共当局是对历史选择性失忆 刻意回避责任 93年出生的高中女生韦子就读于重庆巴蜀中学 她发现历史课本和老师提及文化大革命时都有所忌讳 身边同龄人对文革的概念也模糊不清 于是今年夏天 她前往红卫兵墓园探寻历史真相 韦兹跟亲自经历过文革的人士交谈 深受触动 她把这一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在博客上 据了解 这个位于重庆沙平坝的墓园是全国仅存的红卫兵墓园 园内有一百多座墓碑 掩埋着四百多名在文革武斗中死亡的红卫兵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 在去墓园的路上 计程车司机告诉韦兹 他的一个邻居就是在武斗中被打死 死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 他的养母伤心过度 不久也死了 一位参观墓地的老大爷对韦兹表示 他当年就是红卫兵 武斗刚开始时还没有枪炮 用石块砖头直接砸对方 后来发展到自制长矛大刀 进行肉搏 手段残忍到极点 再后来武斗升级 连兵工厂生产的枪炮 坦克 军舰都派上了用场 老大爷描述 有一次争夺一个工厂 死了好些人 他亲眼看见一帮十六七岁的年轻人 一个个都成了血人 一个相貌清秀的女生 肠子都流出来了 大纪元社论指出 至少有六亿中国人在文革这场血腥暴力中被殃及 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非正常死亡 亲历文革遭受两次关押的原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指出 文化大革命带给社会的破坏非常严重 文革中 中共胁迫全民进行阶级斗争 批判正统文化 从而彻底颠覆与毁灭了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文革历时十年才告结束 而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中共当局仍然在刻意掩盖文革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真相 记者为此致电几位大陆九龄后大学生 发现他们对文革所知甚少 也很模糊 反正那个时候好像挺难的吧 我也不挺多 我们这一代算九龄后吧 对这词都很模糊啊 不清楚 外婆他们吧 好像经历过这一代啊 经历过这个什么文革啊 但是谁都没提过呀 具体怎么回事也不清楚 孙文广教授指出 共产党为了维护它虚假的伪光症 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 所以对历史选择性失忆 刻意回避责任 封锁消息 而制播新唐人透视中国节目的主持人林丹认为 中共从来没有真正反思和彻底否定文革 历次文革的悲剧并没有中断 1989年的北京六四天安门大屠杀 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的镇压 正是一次次文革的重演 新唐人记者李运消炎采访报道